星期天就是中秋节了 马来西亚法轮功学员提前在22号来到柔佛州的首府新山 华人主要集聚的地区举行游行 提前和当地民众迎接中秋佳节的到来 获得欢迎和好评 由上百名法轮功学员组成 阵容包括天国乐团、灯笼队、天女队和妖谷队的 迎中秋游行队伍于下午5点半开始浩荡出发 游行队伍在警方协助开路下 环绕了彩虹花园、大马花园和大风花园三大华人集中区 这是法轮功游行队伍第一次来到这三个 在新山属于华人社团最活药的地区游行庆中秋 弘扬华人传统文化 把佳节欢乐气息带给大家 壮观整齐的队伍 叫当地民众眼前一亮 第一次看到咯 这个牙啊 好看啊 多做啊 很整齐 最好是每年都做 OK啊 很好啊 碰到很好啊 很难见到的 一出来就见到了 中国文化 它是非常有趣的 我们要知道这些东西 而且年轻人也很好啊 这种活动应该会经常行动 所以我认为非常好啊 这是我的朋友的观点 首次的游行不但普遍受到当地民众的欢迎 同时也获得来自外洲人士的好评 好很好 特别是我们的华人 要保持我们的文化 OK不错啦 很满意 新唐人记者谢秀芳 马来西亚新山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